哈囉,我是艾琳 選一個最多朋友問我的問題 那肯定就是 光聽完我一口老血都給他吐出來了 我們先不論手術的原理以及做法 大多數人對於變性手術的印象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樣就好了 完成 三分鐘大家也能煮出輕鬆好料理 可是你想想 你應該不會去問一個被截肢的患者說 誒,你少一隻手,會不會短命啊? 沒錯,變性手術改變的只是你的生理結構而已 並不是什麼神秘的魔法儀式又或者是煉金術之類的 來說說我自己,動變性手術已經兩年了 我絲毫感覺不出我身體有哪裡不舒服 甚至因為動過變性手術之後,心理壓力減少了 生活也更加的愉悅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金星老師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大家 歡迎來到超能金星秀 金星老師她在28歲時都玩變性手術 現在已經51歲了 我近期去看了她一些主持的節目 依然是端莊優雅朝氣蓬勃的樣子 雖然我沒有面對面跟她交流的機會 但是我並不覺得她有任何身體病危的樣子出現 我們再看看泰國的寶兒 她完成變性手術已經15年了 我去看她近期的IG的照片 除了在活動中她笑得很開朗活潑以外 恩,還是一樣美的讓我羨慕又嫉妒 所以與其說變性手術會造成轉命 我更認為每天把飲料當成水喝 更真正的會去危害到妳的健康 可是妳會說 怎麼可能啊 人腰都只能活40歲、30歲啊 新聞說的 沒錯,但妳要先了解到變性能與人腰 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下一集接著看我的觀點怎麼向妳說明 人腰為何容易短命 變性能與人腰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是艾莉,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回見